启示录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望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他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轻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和愿 这痛苦 就像蝎子遮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冕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结局 他们翅膀的生意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生意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忙 按照西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腊话 名叫亚伯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金坛的刺脚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说 把那捆绑在右巴拉底大河的 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两万万 他们的树木我听见了 我在意想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 有甲如火 与子马脑并硫祸 马的头 好像狮子 有火 有烟 有硫祸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 并硫祸 这三样灾 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这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 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 自己手所作 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铜木 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